在美国,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些 数百万非法移民,让孩子困惑的99种性别 通货膨胀飙升,罪犯逍遥法外 像许多勤劳的合法移民一样 我来到美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 有了孩子后,我更加努力地工作 希望他们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政治并不是我关心的事情 但过去几年让我大开眼界 我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偏离了它的正确的轨道 我孩子的未来看起来也并不好 经过大量的阅读和反思 我意识到美国现在迫切需要有能力的领导人 11月5日,我们都面临着决定这个伟大国家命运的选择 哈里斯还是特朗普 双方都坚信,如果另一位候选人获胜 这将是美国的最后一次选举 我们该把票投给谁 对不起哈里斯 你说你上任的第一天会让美国安全 搞好经济 禁止非法移民 你的第一天已经快四年了 而你失败的政策为犯罪率上升 高通货膨胀和数百万非法移民打开了闸门 你在竞选中承诺的快乐并不能支付老百姓的面包 牛奶,汽油或鸡蛋 你的快乐并没有阻止非法移民的谋杀和强奸 也没有减轻纳税人安置非法移民的费用 对不起 特朗普总统 我不喜欢你的大嘴巴 和你以前犯下的错误 但我也知道上帝从不选择一个完美的人 来领导一个国家 你的行动已经比你的话语更有说服力 你爱美国胜过你的生命 你愿意为美国再次伟大而牺牲 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你 你通过无数场司法斗争 忍受诽谤甚至暗杀的行动 一次又一次的赢得了怀疑者的信任 你在面对不应该属于这个伟大国家的政治暗杀时 以无谓坚韧和反抗 将宾州法尼亚州的巴特勒变成了美国民主的胜地 因此亲爱的选民们 我们不仅仅是在投票给特朗普 我们也在投票给一个更安全的国家 一个更健康的国家和一个经济更好的国家 我们投票特朗普是为了支持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和没有政府的审查制度 我们投票特朗普是为了支持第二修正案 以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 我们投票特朗普是为了支持美国公民和合法居民 而不是非法移民 我们投票特朗普是为了支持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 而不是灌输性别代词和某种意识形态 我们投票特朗普是为了保护儿童免受人口贩卖 恋童癖和从开放的边境涌入我们国家的大量的毒品的侵害 我们投票特朗普是为了让美国再次健康 美国的自闭儿童数量急剧增加 对特殊教育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我们的食品不仅不健康而且不安全 我们投票给特朗普是为了让美国再次安全 我们投票给特朗普是为了让世界再次和平 我们投票给特朗普是为了支持美国宪法和共和国 是为了支持勤劳致富的美国梦 我们投票特朗普是因为造物主赋予我们人民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政府是由人民建立的 其正当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我们不必喜欢特朗普 只需投票支持他的政策和坚实的记录 让美国真正再次强大 真相总是令人不爽 我知道大嘴巴总是会吐露真相 但严厉的爱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我们足够坚强 能够透过人格的表面去寻找事实和真相 任何诽谤运动或者宣传都无法永远掩盖真相 性格高于政策是国家毁灭和灾难的终极公式 一个12岁的孩子大声而清晰地告诉我这一句话 我们看到了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睁开了眼睛 当我们无法在相互矛盾的媒体和宣传中跋涉时 当我们被口号和情绪淹没时 让我们找一个叫做常识的安静的地方 不带偏见 问问自己 哪位候选人的政策更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 特朗普总统 感谢您冒着生命危险 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而站出来 我们需要让美国再次安全 我们需要让美国再次健康 我们需要让美国的经济再次强大 在此 我提前投票给您 希望您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 谢谢